高雄在凌晨则是发生两起酒驾车祸 那么一起是驾驶自撞 分隔岛之后翻车 自己受伤 包括车上的爱犬也吓到逃出来 然后被往来的车辆给撞伤 失踪了 另外一起则是肇事的驾驶开车 逆向行驶撞上机车 造成这名骑士 这双载的祖孙两受伤 传货之后满身酒味 意识不轻还一度倒在一旁的草地上面休息 这一幕又够夸张 机车双载突然对向车道开了一辆三行车 到驾驶逆向朝着机车撞过来 骑士往右靠还是没闪过 阿嬷和孙女都受伤 被撞倒在地爬不起来 目击民众帮忙报案 赵氏驾驶酒还没有退 站都站不稳 神志不清 一度倒窝在草皮上休息 警方对他进行酒测 果真超标 车祸地点位于高雄市铁道一路 祖孙被撞到骨折身上有擦挫伤 救护人员帮他们简单包扎后 抬上担架送一救治 另一期酒驾车祸则位于高雄市中华四路 监视器拍到白色轿车飞快开过来 直接往分割岛撞上去 轿车翻转四轮朝天 警方赶到现场 酒驾男子竟然蹲在快车道上 现象缓身 就怕危险警方好说歹说 才把驾驶拉开 让他坐上救护车再去救医 驾驶酒驾自撞分隔倒翻车 车上爱犬吓得跑出来 过程又疑似遭到往来车辆撞伤 目击民众四处帮忙寻狗徒劳无功 酒驾上路不仅自己受了杀 也让无辜的狗狗跟着受罪 记者刘启文高雄报道